第二部分 关于长期常债能力的比例 短期常债能力 我们分析的对象是流动负债 长期常债能力 我们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呢 你的同学啊 比较快 马上就得出来 长期常债能力分析的对象 那不就是长期债务吗 不对 长期常债能力分析 我们的分析对象是总负债 为啥呢 因为短期常债能力的好还是不好 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长期常债能力 所以长期常债能力的分析 我们主要分析的是 它的总体负债 短期长期都包含债率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类指标 叫做总债务存量比 来 我们来顾名思义 我们来学语文 什么叫做总债务存量比呢 首先这个比是一个比例 所以有分子有分比 其次 总债务说明 我们研究的对象 那一定是总负债 不再分 怎么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A就分总负债 就直接分析总负债 存量呢 说的是 这些参数都来源于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这样把它合起来 又叫做总债务存量比 对于总债务存量比来讲 我们涉及了三个指标 那么既然 这些指标都来自于资产负债表 我们再把资产负债表 给它请出来呗 它的左侧 是资源的体现 资金的占用 上面是流动资产 下面是非流动资产 它的右侧呢 是资金的来源 上面是负债 下面是股东权益 负债 又分为流动负债 和非流动负债 好了 下面我们给它简化一下 简化为 左侧 那就是总资产 右侧 那就是总负债 那下面呢 股东权益 好了 中债务存量比 我们有三个指标 分别是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例 以及权益乘数 这三个评价指标 都和这个简化的资产负债表相关 首先我们来顾名思义 学语文 资产负债率 你猜猜应该怎么算 我相信 这个指标 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知道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技术 不知道也没关系 听我说 资产负债率 首先是个比例 有分值有分目 其次这个分值和分目 一定是有了两个参数 一是资产 二是负债 并且 像这样的一种比例 我们一般情况下 来叫做母值比例 什么叫母值比例 前面是分母 后面是分子 你想啊 一般来说都是母亲前面走 后面跟个脱油瓶 所以母亲昂首阔步前面走 后面分子可以跟上 见如此资产负债率 你马上就可以得出 它应该是中负债 出一个总资产 总负债出一个总资产 好了 我们回到前面这一块 看一下这个资产负债比的简表 我们画对角线 从这个角画到这个角 这样呢 我们画一条黄颜色的这条线 然后你把这个头啊 往右面一偏 首先来个右偏偏 你会发现 分子以黄颜色为分数线 分子就是总负债 分母就是总资产 对了 这就是我们的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出一个总资产 下面呢 这个头啊 往右面一偏 你不能老是往右面偏啊 你总是往右面偏 那不成了乡村爱情当中的造事吗 哎 我们要把头震过来 头一震过来 咔嚓 再画条水平线 黄颜色的这条线 就隆重的诞生 上面是总负债 下面是股东权益 这是我们的第二参数 叫做产权比率 总负债属于股东权益 那接下来 再把你的头啊 左偏偏 右偏偏 又震过来 震过来后再左偏偏 左偏偏一偏 你看 哦 分子原来是总资产 分母原来是股东权益 这样呢 我们的第三个指标 权益陈数 这就隆重诞生 那次就出来了 好了 三个指标 你们当然要计数 它的计算公式 计数完了后呢 下面 我要问同学们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请问 这三个指标 如果资产负债率上升 下面两个指标怎么变 资产负债率如果上升 下面两个指标怎么变呢 产权比例是上升 还是下降 产权比例 那一定是上升 到底很简单嘛 你看 我们资产负债率上升 说明总负债的比例在增大 说明股东权的比例在降低 那总负债比例在上升 股东权的比例在下降 那这个产权比例一定上升 权益陈数呢 权益陈数 同样在上升 同样在上升 为啥呢 假设总资产不变的情况下 你负债比例上升 你股东权的比例自然在下降 分母在下降 整个分数值在上升 好了 这三个指标是同项变化 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三个指标如果越高 说明我们长期长债能力 是越强还是越弱 到底是越强还是越弱呀 如果说这三个指标越高啊 说明长期长债能力就越弱 为啥 负债的比例就高了嘛 那么如果说负债比例高 我们的财务风险就加大 因为定期负期 到期还本 这样的法定义务就增加 所以我们的财务风险加大 财务杠杆的作用再加强 这些呢 你们先别着急 什么财务风险的问题 财务杠杆的问题 我们在后面呢 会详细的呼吸 尤其是三个指标 一是同项变化 二指标越高 常债能力就越弱就行了 好接下来 对于总债务存量比来讲呢 这三个指标之间关系很紧密 知道其中一个指标 另外两个指标就出来了 稍微还让他们出道题 我说假设资产负债率有个60% 同学们赶快 在三十秒钟之内 算出下面两个参数是多少 三十秒钟 哎呦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 要不说十秒钟就应该出来 产权比例多少 来 总资产不就是100吗 总负债是60 然后呢 股东权益是40 你马上得出 产权比例1.5 权益陈数2.5 好 这是这三个 总债务存量比 一般情况下 这个总债务存量比 就这三大指标 但是我们教材啊 在这三大指标就上 我们还介绍了一个指标 叫做长期资本负债率 假装 同学们没有看见 后面的这个计算公司 那我问你 长期资本负债率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的计算公司是什么呢 计算公司 那么就是负债 再出一个长期资本吗 说的是 在长期资本当中 有多少的负债 它的比例是多少 长期资本 刚才我们说了 包括长期债务 和股东权益 那么这两部分相加 就是长期资本 那么在这个长期资本当中 有多少负债 它的比例是多少呢 所以分母一定是长期债务 而不是总债务 为啥不是总债务 这是因为 如果是总债务的话 你就有流动负债在里面了 你流动负债和这个长期资本 那没关系啊 这研究起来不就乱了吗 所以在这儿 来同学一下 它的分子是长期债务 是长期资本当中的负债部分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指标 当然这个指标啊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叫做存量比没问题 但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不叫做总债务存量比 因为分析的对象是长期债务了 好了 这是第四个指标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计算公式 继续 下面看一下第二类 第二类是总债务流量比 那么既然是流量比 就会涉及到我们非资产负债表的一些相关要素 比如说现金流量表的相关要素 比如说利润表的相关要素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指标 叫做利息保障倍数 利息保障倍数 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以货利息倍数 以货利息倍数 那么我们依然来顾名思义 这个利息保障倍数 说的就是 当期应当支付的利息 受到保障的程度是多少 受到保障的倍数是多少 它应该用稀碎前利润 再随一个利息支出 那么为啥用稀碎前利润 再随一个利息支出呢 这因为整个稀碎前利润都可以用来支付利息 为啥他们想想我们的利润表 如果说这个利息啊 是费用化的利息 那么它就一定可以在税前构数 也就是说利息解决了以后 才会有我们的所得税 才会有我们后续的一个利润 所以呢 我们整个稀碎前利润 都可以用来偿付我们的利息 它的分母呢 是利息支出 但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利息支出啊 它是总体的利息 当期需要支付给银行的全部利息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分子分母 它的个计算 分子的稀碎前利润 没有扣除利息 没有扣除所得税之前的利润 这不就是稀碎前利润吗 哎呀 这个几个字啊 很麻烦 那比划数太多 所以稀碎前利润 在后续 我就用EBIT来表示 这表示稀碎前利润 它的计算 可以用净利润 再加上所得税费用 再加上利息费用 那么净利润 再加上所得税费用 这是我们的利润总额 所以也可以等于利润总额 再加上利息费用 得到稀碎前利润 那么利息费用在哪呢 利息费用 在我们这个地方 利润表当中期间费用 当中的财务费用当中 如果说没有做特殊说明了 我们就认为在利润表当中的财务费用 就是我们的利息费用 没说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近视的认为 好了 这是分子 分母呢 分母对于利息支出 指的是本期全部的应付利息 不仅包括进入利润表当中的 财务费用的利息 还包括进入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化利息 好 这很重要 对于这个利息支出来讲 那就是当期 全部需要支付的利息 因为对银行来讲 假设当期的利息30万 那银行才不管你费用化还是利息化 甭管费用化还是利息化 那银行都说 30万给我拿过来 一个这儿也不能扫位 所以这个地方的利息支出 这是费用化 资本化 这两部分的利息放在一起 来 我们的朋友们 说到小小的题目 给你们是否能够搞定 说一个企业 它的净利润 假设是200万 所得税费用 假设是50万 好 我们费用化的利息 由此介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费用化的利息 假设是20万 资本化利息 假设是30万 请计算 它的利息保障费数 首先我们的分子 EBIT 咱们来算出来 那么对EBIT来说 那等于 等于我们的净利润用200万 再加上所得的最费用50万 这同学们一定都没问题 这两者肯定要相加 那接下来 还要加什么 加利息 那两个利息 加哪一个 或者两个 我们都加吗 注意 加的是费用化的利息20万 为啥要加费用化的利息 而不加资本化的利息呢 你要注意 我们在计算这个净利润的时候 我们只扣掉了费用化的利息 因为扣掉了费用化的利息 所以我们才把它加回来 在计算净利润的时候 扣掉了资本化利息吗 没有 没有扣掉资本化的利息 你就没有理由把它加回来呀 所以之前扣了才要加 之前没有扣 你就可千万别加 好了 我们的分子搞定 270 我们的分母呢 分母 费用化的利息20万 资本化的利息30万 这两者要把它加起来 这两者都得支付给银行 银行说 反正当期我就要50万的利息 我管你费用化还是资本化 对吧 好了 这是利息保障倍数 看下面的提示三 可以反映 债务政策的一个风险大小 和长期长期能力 如果利息保障倍数小于一 说明这个期啊 事又比较大了 出大事了 如果利息保障倍数小于一 说明什么 真相只有一个only one 就说明这个企业 当期连利息都付不了了 利息都付不了 如果说我们的本金到期 就这期来讲 那就是灭顶自在 很有可能自不抵债 最终就走向灭亡了 所以利息保障倍数 它的红线 底线是一 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在利息保障倍数的 技术上 向前推 利息保障倍数 那是对利息支出的 保障程度 是从利润的角度 来与保障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总债务流量比的第二指标 叫做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哎呀 这个计算公司该怎么记呢 哎呀 我也记不住 来 同学们救救我 对于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应该是怎么样的计算公司 顾名思义 走一个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那你想 我们对于利息的保障 是用现金流量来 有保障的 所以他的一个计算 一定是 现金流量 在除以利息支出 但有一个细节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在进行 债务能力指标计算的时候 涉及到现金流量 都应该是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进额 所以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马上就出来了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进额 再出一个利息支出 前面的利息保障倍数 是从利益顺的角度 对利息支出的保障 后面的现金流量 利息保障倍数 是从现金流量进额的角度 对利息支出 来与保障 那请问同学们 你觉得这两个指标 哪个指标 对利息的保障 更加可靠 刚才是不是结论 闪了一下 所以有个同学 已经看到结论了 假装同学们没看到 我就问同学们 你觉得哪个指标 对我们利息的保障 更加真实 更加直观 哪个 那一定是第二个呀 为啥 因为利息支出 总是需要现金流出的 要用钱来支付利息 一个企业的利润 可能很多 但是有可能现金枯竟 所以我们第二个指标 现金流量 利息保障倍数 那么比前面 利息保障倍数 对 常债能力的一个反应呢 更加的可靠和客观 往下走继续 我们看下面这个指标 叫做现金流量与负债比例 告诉我告诉我 这个指标它的计算公司又是什么呀 又是什么 有个同学打瞌睡了 小张同学怎么睡着了 哈拉斯留了一桌子 醒醒了醒醒了 告诉我现金流量与负债比例 这怎么计算 它一定是现金流量在比上负债呗 对不对 现金流量比负债就行了 并且这是一个总债务流量比 所以我们的负债一定是总债务 总体负债 现金流量呢 我们前面有说了 常债能力当中 设计的现金流量 都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所以基于此 现金流量与负债比例就应该是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再是一个负债总额 同样的 我们现在 分母的负债总额 它是一个十点数 这咱们都承认 分子的现金流量呢 这是个十七数 我们也承认 按理说 两者要匹配 但是现在 在常债能力分析当中 我们这个负债 包括前面的现金比例 那分母的流动负债 而这儿的现金流量与负债比例 它的分母的负债总额 我们都是特殊情况 直接用期末数 而不用平均数 为啥呢 因为我们假定 假定这个负债 期末予以归还 好了 这是我们总债务流量比 所设计的这几个评价指标 往下走 下面咱得看题目了 接触知识已经讲解完毕 通过题目来强化 提高归纳总结 走 多选题 如果负债大于股东权益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下列经济业务 可能导致产权比例下降的用 首先 产权比例这个计算公式 你的会吧 不会 不会这道题你就解决不了 产权比例 要把头挣过来 中间喀斯画条水平线 上面就是我们的负债 下面就是我们的股东权益 好了 下列这些业务 导致产权比例下降的权益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没有转换之前 那一定是债 所以我们的负债会增加 股东权益 它是不变的 分子增加分母不变 所以这个产权比例是上升 在选项A 产权比例上升 选项币 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为普通股 好了选项币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负债 没了 转为什么呢 转换到普通股了 普通股那不就是股权吗 所以选项币 那是负债减少 而股权资本再增加 债券转为普通股那 这样呢 分子再下降 分母再上升 整个产权比例 那一定下降 选项币是正确答案 讲C 仓还银行借款 仓还银行借款 我们这负债再减少 负债再减少 然后呢 我们的股东权益变不变 股东权益那是不变的 我们资产也在减少 再来 产权比例再下降 C正确答案 讲D 接受所有者投资 那么接受所有者投资 我们的负债是不变的 但是 接受了所有者投资 我们进入实收资本 或者资本攻击这一块 增加了股东权益 所以分母在上升 整个分数值 分子不变分母上升 分数值是下降 最选项D 正确答案 这条题 我们的正确答案 正确选项 B C D 好 这是这条多选题 要注意分析啊 来 看下面这条单选题 所以之 假公司上年的利润表当中 财务费用呢 是120万 上年资本化的利息 是20万 上年的净利润是400万 所得税费用是100万 假设财务费用 全部是由利息费用所构成 这上年的利息保障倍数是多少 那么上年的利息保障倍数是多少呢 咱们一看 现在财务费用 120 资本化的利息是20 总体的利息支出 那就是140 所以利息保障倍数当中 它的分母就解决 120再加20 利息保障倍数 那分母的利息支出 费用化 资本化 都得放在里面去哦 分子呢 稀税前利润 EBIT 稀税前利润 EBIT 像这样 我们刚开始 接触的时候呢 别着急 你就看看它的名字 是吧 利息 所得税 之前的利润 所以它一定是 净利润400 再 把我们扣掉的 所得税费用 100万 给它加回来 然后呢 再加上 已经扣掉了利息 那不就是资本化利息吗 计算企业 所得税的时候呢 扣掉了 所以我们把费用化的利息 就财务费用 120万 给加回来 哎呦 这个资本化的利息 20万 那可别乱加 对吧 资本化的利息 体现在分母 而不会体现在分子 所以这要提 正确的答案 朋友们自己算 多少 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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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条题 第二个支持点的第七道题目 二年的单选 甲公司 2022年 平均流动资产是1000万 平均 非流动资产是1000万 那这两者都是1000万 平均流动负债是500万 平均非流动负债是300万 请问 甲公司 长期资本负债率是多少 长期资本负债率 说的是 长期资本当中 负债所占的比例 即为长期资本负债率 所以我们要确定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我们的长期资本是多少 第二个要素 我们的长期资本当中的负债是多少 首先我们来确定 长期资本当中的负债是多少 长期资本当中的负债 那一定都是非流动负债 所以我们的分子 那一定是非流动负债 多少呢 直接告诉 它是300万 对吧 没毛病 往下走 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母 分母呢 就是长期资本 在这道题目当中 它没有直接告诉 但是你一看 它说流动资产是1000 非流动资产是1000 所以我们的总资产 它一定是2000万 总资产这2000万 它一定是有不同的资金来源于满足的 首先 有流动负债 他说这个流动负债呀 是500万 当然 还有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是300万 当然还有其他的股东权益 那么股东权益是多少呢 你们马上可以退出来 股东权益那一定是1200万 那么对这三部分这个资金来源 哪些是我们的长期资本 哪些属于 后面这两部分 就是我们的长期资本 所以长期资本 那一定是1500万 分子 长期资本当中的负债 及非流动负债300万 分母 长期资本1500 两者相处 证券答案 20%选C 那行了 好 这是我们的单选题 往下走 看下面 再到多项选题 多项题 下列有关 常债能力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简单A 即使用营运资本 使用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通常可以直接取出资产负债表 是的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有流动资产的合计 也有流动负债的合计 直接拿过来用 这就行了 相比 流动比例高 则短期长期能力强 错误 这样绝对性的表述 那 不对 如果说要让选项必义正确 应该这样表述 说一般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 流动比例高 短期长期能力会强一些 但是没有前提 直接说流动比例高 则短期长期能力强 这显然就是错误力 就像C 产权比例与全程数 对评价常债能力的作用 是一致的 那如果是一致的 就没有必要 这两个指标啊 那么 对这两者来讲 对 常债能力的作用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 把它计算公式给列出来 产权比例 是负债 再比上股东权益 那么 对于这个比例来讲 发现的是 每一块钱的股东权益 要保障多少的负债 反过来说 可以这样表述 表述为 这个企业 股东权益 或者自有资金 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程度 你比如说假设 它等于 假设它等于 等于2吧 就说明 每一块钱的股东权益 对应 两块钱的负债 一块钱的股东权益 要保障 两块钱的负债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权益成数呢 权益成数 它应该是 中资产 再除以一个 股东权益 假设它等于3 表示什么呢 表示每一块钱的股东权益 所对应的总资产 到底是多少 我也可以这样表述 说这个股东啊 每投入一块钱 可以控制的资产 是多少 你看股东权益 这块 我股东 只要有一块钱 就能控制三块钱的资产 对于常债能力的作用 那当然是 不一致的 好了 这个产权比例和权益成数 对常债能力的作用 那当然是不一致的 对吧 好 那么很多同学啊 在考试当中 就怕这样论述性的题目 所以说这个指标 它的经济含义 到底怎么样啊 你实在搞不定 分不清 你把这个公式列出来 你就把这个公式 描述一下不就行了吗 你看这样描述 一块钱的股东权益 所对应的资产是多少 产权比例 一块钱的股东权益 保障的负债是多少 那不就行了吗 想要的 想要的 如果企业存在 很快变现的长期资产 会增加 其的短期常债能力 对吗 当然正确 假设有套房产 它本来啊 是非流浪资产 但它很快 就能够与变现 既然很快就能够变现 那一变现就形成了 我们的货币资金 或者银行存款 这样呢 自然就增强了 我们的短期常债能力 喜欢D正确 这要题正确的答案 A和D 好 接下来 我们看第三个小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 那是影响 常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刚才啊 我们分析来 分析去 都拿报表数据来分析 那么有的因素啊 它不在报表当中 但是它确确实实 能够影响这个企业的 常债能力 好 咱们看一下 报表外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 你想短期常债能力的 其他因素 第一个 增强短期常债能力的因素 可动用的银行 信贷额度 这事呢 我们在后面的第十二章 也会涉及到 比如说 有周转信贷协议 给银行签订了 周转信贷协议 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五百万元以下的资金 可以随便用 那么这显然增强了 其他的短期常债能力 虽然没有体验在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但是呢 这部分资金 我们随时可以获得 第二个 可以快速变现了 非流动资产 刚才说过 咱就不再多说 第三个 良好的 常债生意 良好的常债生意 这个人品很好 信誉很好 万一到处还不了钱 给银行 行长说 今天晚上咱们吃个饭 喝个酒 把这个事给挤去 因为你的人品好 所以银行行长说 行 没问题 这个钱得稍微拖一拖 再比如说 由于你的常债生意很好 这部分资金实在是 到期了 那对方的银行的行长 又不愿意出来吃饭 怎么办呢 到别的银行去 到别的银行 给别的行长说 拉兄弟一把吧 对吧 人品好 人家直接给你 把资金拿过来 所以这样呢 良好的常债生意 一定会增强它的 短期常债能力 那么接下来 降低常债能力的因素 与担保有关的 货有负债事项 到时候这个货有负债 变为现实的一个负债 自然就降低了 你的常债能力 那么影响 长期常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有债务担保 有味觉输送 等等等等 增加了企业 未来可能 所承担的一种义务 降低了 它的一个常债能力 来 看下面 再到单项选择题 下列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选担A 味觉输送 属于影响 短期常债能力的 表外因素 味觉输送 确实是影响 常债能力的表外因素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影响的是长期 长期 它影响的是 长期 常债能力的表外因素 相比 现金流量 利息保障倍数 使现金流量金额 在随格利息支出 对吗 而不对 错在哪 错 就错在我们的分子 并不是全部的 现金流量金额 我们在这儿呢 有所特指 指的是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 所以选择B 错在分子 错误 选择C 由于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金额 是实习指标 为了保持口线的一致 在计算年度 现金流量比例的时候呢 通常使用的是流动负载的平均数 哎呀 最怕这样的一种表述 为啥呢 它说 三短一长 选最长 那结果就选C 对不起 错了 那第二个呢 我们认证地看 前面是百事实讲道理 后面这个结论 好像是水到渠成 好像应该是这样 别忘记 我们的特殊情况啊 对不对 我们在常债能力分析当中 我们的分子 是现金流量 分母是十点数的话 我们这个负债 应该用七末数 而不是平均数 特殊情况 特殊记忆 讲底 影响受动比例 和信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 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 我们的速冻比例 它的分子是速冻资产 速冻资产两大部分 一 货币资金 二 应收 那么货币资金 那是真金白银 放在企业内部 这是客观存在 可以马上满足 我们流动负债对资金的需求 那么应收这一部分呢 就得看一看了 啥时候能够收到钱 能够收到多少钱 所以影响受动比例 可信性的重要因素 那是应收账款的一个变现能力 选项帝没毛病 完全正确 这大体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项帝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块 谈到这儿 我们第一个指数点 关于常在能力的分析 就到此结束 常在能力的分析 首先我们的计算公式要搞定 短期有五个指标 长期有七个指标 计算公式 最好同学们花时间下工夫 都能搞定 那么第二个呢 对于各个指标来说 它那些具体的细节问题 我们要把握 比如说这个营运资金呢 它是一个绝对金额 不便于规模不同的企业之间 来进行比较 比如说大量采用限效的企业 流动比例低于一 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比如说影响常在能力的诸多因素 哪些是影响短期 哪些是影响长期 就像这些细节的结论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 把它搞定 好了 谈到这儿 我们的第一个指数点 关于常在能力的分析 就要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